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最近接获一个个案 有一位77岁的退休海军军官 5年前接受了白内障手术 但是视力却越来越模糊 检查才发现是糖尿病引发了视网膜病变 病况不理想又已经高龄 有很多医生都不敢再帮他开刀 直到朋友找到慈济联系他 医师积极鼓励之下 病情也看见曙光 慈济志工李伟松 陪着77岁的安东尼奥 在慈济眼科中心进行每一项检查 希望拉高他对专业医疗的信心 其实眼科检查程序 安东尼奥从2019年开始 四处寻医 坐了又坐 除了右眼治疗白内障之外 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 医师们都不敢为高龄的他进行复杂手术 直到安东尼奥的朋友请慈济联系 终于说服到他愿意从邦阿西南到马尼拉 夫妻两人不敢置信 原来三个小时的路程是带他们走向希望 经过医师解说安东尼奥知道恢复势力机会很小 但是他已经提起勇气 让他拥有神 重拾喜乐的心情 达爱新闻里加美罗维纳冯亚利 菲律宾报道 郑菲律宾糖尿病